下午3点,国拼世界冠军爆大冷门,成国拼出局第一人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三月视频开始,还是发了各位朋友啊 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国拼呢,在结束完视频赛与选赛之后呢 将会在春节之后迎来一系列比赛 包括2月27号开始的印度的球赢挑战赛 三月份的大满贯赛事都是非常重要 国拼教士们也是非常疲劳 就在日前呢,国拼是进行了对立的一个选拔赛 是直通德班视频赛的一个选拔赛 这样一个选拔赛呢,也让秋迷啊非常关注 因为本次一个对立比赛啊,非常激烈精彩 即使孙颖沙和凡志冬也是不能够百分之百去确定这个冠军的 在上一次的视频赛选拔赛中呢 周启侯是获得了冠军,拿到了直通视频赛的一个资格 这次的比赛呢,将会更加的激励啊 目前来看,作为国拼的几名核心选手来说 也是接连出现一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 在换场比赛中啊,王楚清和孙颖沙是暴冷出局 马龙和陈梦呢,也是输球了 从中可以看出呢,国拼的竞争非常激烈 就在刚刚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媒吧 在大大方面呢,国拼的教士们都是习数出场 像樊烨东,王楚清等几个世界冠军呢,都是出场了 但是呢,就在刚刚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媒 作为世界冠军的林高远,是暴冷再次输球 也是输给了小将,也是在比赛中呢,输给了小将薛飞 通过整场比赛来看呢,林高远状态确实太差了 9比11,8比11,10比12 以0比3的比分被横扫 这完全不符合林高远一个气势吧 因为在此前,林高远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但是呢,在对内选拔赛中,却暴冷0比3输给了民间集中的薛飞 这样一个情况让球迷啊,也是非常失望 因为在此前,林高远的状态其实还可以 他的能力也不错,但是呢,这名选手在心理方面确实有点问题吧 我希望呢,作为林高远来说,能够克服心理的一些障碍 争取能够在随后的比赛中取得获得成绩 通过目前来看,林高远爆冷输球之后呢 也成为国平的出局第一人 他想要在本次一个直冲赛中获得冠军的话 将会非常困难 打完第一轮之后呢,将会在大满关赛事之后呢 打第二轮 通过整体来看,林高远这样一个状态 包括能力的话 想要拿到直冲视频赛的一个资格 将会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希望呢,林高远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 直冲视频赛吧 让我们一起为国平的将士们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